歡迎收看 肥媽, 我上星期回大陸工作 我發現新疆人很厲害 有多厲害? 就是他們的羊肉串 全國有得吃, 而且到處都很受歡迎 它串厲害的那股自然的味道 一燒起來, 我隔一條街都聞到 新疆菜除了羊肉串之外 還有很多名菜 是嗎?我吃了一個串燒 喝了新疆奶就走了 新疆還有什麼菜吃? 新疆有很多的, 例如手渣羊肉 有全羊燕, 還有大盤汁 大盤汁? 對 原來新疆有得吃雞, 我只要吃羊肉 下次我飛過去, 一定要嘗嘗大盤汁 什麼字?現在就和你去吃吧 肥媽, 我很滾動 你這麼好, 你請我去新疆吃嗎? 你傻瓜嗎? 吃新疆菜要去新疆吃 日本菜要去日本, 吃法國菜要去法國 自己煮也可以 我也要謝謝肥媽 我也猜到你, 你這麼瘋 你寧願煮給我吃, 也不會請我去新疆 說不定要做什麼, 買菜煮飯 可能 買菜煮飯 這裡有一隻麻黃雞 比普通的雪雞好, 挺好吃 這個老闆叫這個大盤雞, 是嗎? 對, 因為它有黃油, 比較香 那隻麻黃雞, 怎麼賣? 四十五元 四十五元就划算了, 很棒 這些比之前我們買的小雞茶 你之前是小雞, 你自己拿一下 這隻真的很有手感, 很重情 有, 是嗎? 你爆出來的黃油有香 我先選一隻大一點 這隻已經是大給你 你看, 這隻和那隻 這隻大了, 真是… 下手選這隻大一點 這隻…我們做一隻大盤雞 好 新疆大盤雞, 好嗎? 好, 我負責買的 他負責付錢, 麻煩你付錢 我還要負責付錢 如果你自己煮雞, 有什麼吃法? 蒸的, 通常都是蒸的 很難看, 蒸雞 除了金針文意蒸雞 對 還有… 還有松草花 這麼會吃的, 松草花怎麼買? 松草花蒸雞, 炆也行 可以 炆也行, 炆也行 什麼味道?松草花蒸完之後… 還有一股花的味道 肥媽, 這股鬆鬆的羊肉味 我已經感覺到新疆的氣味 好像撲面而來 對, 沒錯… 除了羊肉之外, 還有什麼要做呢? 我們做個蔥爆羊肉 是 另外做一個羊肉飯 再做一個大盤雞 大盤雞 大盤雞 還沒做之前, 我們就先爆香了 需要的材料 是 就是這個芫荽籽 芝鹽, 芝鹽, 芝鹽籽 我們有些小烏煤 我們先炒香 你就要烘乾它大, 千萬不要焦 我們有些香葉, 薄爛了一些桂皮 幾粒冰香 我看見你應該用中火去煎香 千萬不要焦 新疆這個地方 有些什麼歌的呢? 就是沙哩龍叭, 沙哩龍叭 嘻呀嘻 那首歌是不是… 那首是新疆歌嗎? 你沙哩我的嘻, 嘻呀嘻 那首歌怎麼又好像… 炒馬溜溜的山上 一朵溜溜的韻郵 斷斷溜溜的草仔 你還在這裡? 我在新疆的酥梨鑊 我用新疆的酥梨鑊 我們用鑊烤乾它 烤至味香 千萬不要焦, 焦就會有苦味 我們這裡煮很多東西才那麼多 所以我們去那些店舖買 你不用去那些很貴的店舖 對, 四處都有 這個像打風似的 我們不如先做飯, 好嗎? 羊肉飯 羊肉飯 這個我不是怎麼教 因為我們只不過出水的羊肉 放兩片薑, 放些香葉 放些少許鹽, 灑軟 不要太軟, 灑軟得很囂張 有骨, 即是熔骨骨是最好的 它不是有水嗎 是… 我們用這些水去煮飯 我的米洗了 煮這個羊肉飯, 你會選擇羊在哪個位置 羊腿 羊腿 因為有骨, 它是特別好的 因為有骨, 有點綠, 對嗎? 還有咬的湯, 味道也不太好 剛才我熬完羊的水, 我不浪費 放下去吧 怕酥, 就沒有水 真的沒什麼理由酥 放香葉 薑 放薑, 我們的水還不夠 可以了, 放一點水 好 也可以放上湯, 也可以放水 我們混合上湯 放上湯 放上湯 好 走 我們想它比較香 記得剛才我們打了粉嗎? 這個厲害 味道很濃烈 你能聞一下 很濃烈 其實很濃烈, 很濃烈 有香葉 其實這碗粉用成了可以有鼻毛 放在這裡 不, 這個我們用很久了 一樣 我們燒起它, 要小火 這個好像煮瓦煲飯 放蓋子 好了, 我們這個煮飯了 不要管它, 一燒就小火了 因為我們剛才沒有放一塊桂皮 我們可以的 但我已經磨了一點 所以不要緊 我們可以現在再放一塊桂皮 好了, 來吧 我們再來的是一個大盆雞 因為我們的雞是有油的 所以也不用放很多的 龜皮, 香葉 我先把它爆熱 然後才把雞包包 現在煮的時候, 正在熱鍋 我就醃一些羊肉 我們買了火鍋的羊肉片就可以了 放些油, 它就不會黏 放了油之後, 就輪到剛才的粉 好 少許可以 還有這個 對 別人日本有七味粉 這個就是新疆的七味粉 它一定有孜然粉, 有東西 因為我們始終是廣東人 怎樣可以令它… 不要說… 沒那麼醜 對, 我用的是柱喉醬 柱喉醬通常做叉燒、柱油麵 但是它的醬味道 就令羊肉的醬 因為它有甜, 有東西 羊肉的醬味就不會太醬 這個有點南方特色的 對, 新疆和羊肉片 一定要… 新疆也是放豉油 放東西而已, 對吧 但是我覺得放少許辣椒 有少許辣味 新疆一定要辣, 像新疆 對, 或者可以放辣椒粉 還有少許辣椒粉 還有少許辣椒 好, 那裡的火就開始燙了 我放少許糖 因為我剛才的材料都夠味道 放少許糖 好 我們攪拌它 好了 這個打牌豬, 用不用醃一下嗎 放少許鹽就行了 不用太醃, 不要放太多材料 好, 先把羊肉放在上面 好, 放到後面金黃 現在把雞肉放在上面鎖住汁 再放在其他邊, 拿起我才炒料 我現在先炒羊肉, 好嗎 好 我先放油 蒜 好, 蒜, 這樣吃, 好 我這次的肥媽生母換了 上一集是盆鹽, 菇粉和檸檬汁 這次變成… 蔥薑蒜 對 緝緝有些不同的東西 你很多法寶, 發現你在廚房 對, 它有什麼理由不香 因為在家裡不用放太多 因為你看, 我們這裡的份量 很多人吃過份量 這裡20元份量 好, 蒜頭開箱, 看來吧 有些金黃 有些金黃, 不用心急 一定要爆香, 出到你的味道, 對吧 不然我們放些羊肉也是前功盡費 不夠香, 要吃完這些才夠香 我們可以… 羊肉可以了 拿來 倒進去還是… 逐一點 因為我放了油, 它就不會黏住 辣椒… 很攻備, 我也看不到 我忍著, 你已經忍著 來, 再拿多點進去 我幫你頂住這裡, 肥媽 好, 讓我來, 放進去, 麻煩你 你現在吃一下, 我還沒放蔥 剛好, 我嘗嘗在裡面完全不燥 對, 因為我有這麼多薑, 這麼多蔥 我又加了柱油醬, 怎麼會鬆呢 新疆人不會加豆粉 但我們是中國人… 廣東人不是中國人 我們廣東人就會加一點… 放一點豆粉水給我, 可以嗎 好 多加一匙蠔油 來, 蠔油 好, 完成 放一個碟子來, 上菜 是嗎? 因為不好意思, 我們炒這麼大碟 因為我們太多工作人員在這裡 放一些大蔥 放一些辣椒上面 好, 這個真的可以拿開了 我的大盆雞, 這邊鎖住了, 看得到嗎 鎖住了它的肉汁 然後我們再來… 爆 其實我們可以在這裡… 我平時就在這裡這樣爆 但我想大家看得清楚一點 我拿那個爆 你放在旁邊爆起來就行了 我也是用它的雞油 對, 我們把它的油爆出來 其實我是用這個鍋, 我怕你們看不到 那是, 家裡只有兩個爐頭 哪有一個開到這麼多鍋 不… 別自己煮就用它 它的鍋子沒那麼大 我平時就這樣, 拿在旁邊 我就會放進去 我就放進去, 我現在在這裡放 給大家看, 一樣的 薑 還有這些, 蔥頭 平時就這樣, 很難用 直接在這裡炒起來就行了 乾辣椒 拿椒 我自己煮就這樣 你放些茄子糕進去, 茄子糕 對… 他們都是煮番茄的, 放番茄下去 新疆人都是吃… 番茄, 不是茄子糕, 是番茄 但我放茄糕就比較香 然後煮這個大盆椒 是否一定要加乾辣椒 比加一隻的紫茄糕更好 對…是加乾辣椒的 我們在這裡炒香 下番茄 我這裡就行了 兩邊煮好了 這裡爆得那麼長, 這裡可以倒進去 對, 但我想讓你看 是這樣爆 好了, 還記得我們的粉嗎 你可以不粉, 這個可以爆 可以放一顆, 放一顆 譬如你在家裡不能吃什麼 我用一點芫茄紙 一點小茄, 一點滋鹽 我放一顆草, 放進去 你這樣爆香, 還可以放兩顆八角 少許丁香, 好 好 好, 燒水倒進去就行了 倒進去嗎 倒進去 鹽, 還有糖 因為我們有番茄 爆問題 放一點糖, 調一下味道 好, 放些薯仔來 不是什麼叫大盆雞 薯仔已經算好了 放進去… 好, 再放一點辣椒給我們 辣椒 通常大盆雞一定有薯仔 紅蘿蔔未必有, 但我想它比較甜 辣一點 放一點辣椒 好, 蓋住 小火燜 現在我們小火慢慢燜 薯仔熟, 全部熟 大盆雞攪拌什麼食物呢 如果是, 養肉有飯 麵, 麵 對 通常攪拌飯也可以 他們做了一碗麵, 把大盆雞攪拌 飯也有, 麵也有 那些餅, 好像蔥油餅 什麼餅 這個可以嗎 聞到飯的香味 不要開 盛開也行吧 煲仔飯不能開, 你看煙 當煙散出來的時候 它一熟的時候, 會往外的煙 這樣直上來 這樣就可以了 煙的酒層會不同嗎 對, 教你看煙沒用的 你也用鼻子 爽… 聞一下, 它有一點焦焦的 即是有飯焦, 你才開 現在問我是否有飯焦 對 對 即是一切開, 如果太早就會洩到真氣 對, 沒錯… 走火入魔了, 趕快 做完的新薑飯就是這樣 放在這裡 這要焦在上面 你聞聞一下 很香 很香的羊肉加這個飯焦 別人不要放那麼多羊肉 只放少許而已 你熱羊肉也很煩 對 我想它比較香 我把剛才的粉包一包 我們放些什麼呢 放些什麼呢 滾油, 放些醬油, 少許糖 放些芫荽、蔥、辣椒放在上面 這樣才會有風味 別再說了 我的口水在內心裡不停滴出來 本來是軟滾油, 我也懶得 把醬油、糖放上去, 行了 香港人吃煲製飯 必定要淋上甜醬油 對 這個也是新疆的事 這是新疆的事 醬油、椒, 還有整鍋上 真的嗎 我相信一個人可以吞掉 可以讓你偷吃 不要讓那麼多人知道 在洞裡… 這個還可以說是最入味的洞 大家先蓋上它… 不要讓人知道… 大家不知道 飯飯很爽口 好, 煮到那些飯, 滅脆 而且淋上油很香 是嗎? 還有羊肉有羊肉的味道 但它不酥 好, 先吃一口 先吃一口 我們的大盆雞也行 來 好 來了 有質、有飯、有東西 好, 大盆雞、羊肉飯 搞定 香蜂蜂蜂蜂蜂 進去 本來還有小巧 那之後 他今天知道 會很傷心 然後現在吃就知道 現在吃得了 所以我們要喝不得 喝不得 因為你喝不得 都吃不得 可以說是最愛第一次的甜品 兩包芒果啫喱粉, 這樣就容易了 杯半至兩杯水 杯半就行了, 兩杯就比較緊 逐一點, 攪拌到… 因為啫喱粉裡已經有糖和有魚膠 不用太麻煩了 是 加多少糖和粉, 別弄那麼多 這個…暖暖就夠了, 不用太熱 太熱的話, 把花奶倒進去 就會一粒粒… 花奶也熟了, 如果太滾了 是… 花奶在這裡多少? 一杯 兩杯水, 兩包粉, 一杯花奶 芒果除以 這裡應該有最少一隻芒果 一隻半, 兩隻芒果 一口肉才好吃 這樣做, 這樣做好了 那我們就倒出來, 可以用… 當然你可以用膠的四方的 倒出來後, 一個一個切出來都可以 我們想要漂亮一點 深型一點 做深型, 做不同的形狀 然後這個就用膠的 或者是玻璃的大盤進去 然後切一塊塊 切出來有芒果, 又要放雪櫃 做完了 很感動 你看這些辣的飯好像生米一樣 其實不是, 因為我用了印度米 忘了告訴你 對, 剛才我吃下去 為何它特別乾身 對, 還要有飯焦 這個很棒 這個飯還有一個名字 叫做手爪羊肉飯 因為你用了印度米 印度人是用手來吃的 不是印度人, 可能都是用手吃的 新疆人是 撕掉 也有些人用手吃的 用手吃的意思才叫做手爪 右手或左手, 他們有不同的用法 你看看, 羊肉也是必須的 對, 沒錯 現在還好吃, 放了一塊之後 對, 飯還吸收到羊肉汁的香味 對, 沒錯 這個羊肉也很滑, 很軟 飯很好吃 好像吃了整隻羊肉的肚子上 那種香味好像吃了整隻羊肉 嘗嘗這個蔥爆羊肉 很好吃 這個很香的那種 你剛才做的新疆龍鳞峰粉的味道 先嘗嘗這個雞 其實這個送的顏色水 整個外觀也很漂亮 它是滑的 是 不是很粗糙 我很怕吃飯吃雞粗糙 雞一定要滑才好吃 因為剛才鎖住雞 煎香了一邊, 再煎香另一邊 鎖住雞的… 肉汁嗎 肉汁, 不用大火, 用小火炆 怎麼做呢?雞也是滑的 煎了才炆, 一定會滑 還有小火炆 我嘗嘗這個乾拌麵 混合大盆汁的醬汁 你要放些醬汁 這個麵熟的醬汁很好吃 真的嗎? 對 你嘗嘗 飯直接不用放醬汁, 飯也好吃 是時候享受一下 謝謝 肥媽, 這個愛心甜品 我用這個小… 你先要花奶 對, 吃芒果布甸真的要… 古老也是這樣, 少花奶 花奶一定要加 你吃芒果布甸, 你告訴我味道 布甸很綿, 吃起來很滑 很滑, 還有芒果的味道 芒果的味道也很出色 給大家看, 橫切面 蜜度高得來, 但很滑 有時候我吃過一些 例如酒樓做不好吃的 撕下去像啫喱一樣 不好吃的 但不軟綿綿 但不軟綿綿 它滑得來不像啫喱的口感 而且它真的軟綿綿, 真是布甸的感覺 它軟綿綿是否因為你加了很多花奶 對 即是煮的時候 沒錯 這餐還不滿足? 有飯有麵, 行了 但我告訴你一些話 好 我們攝影師經常除了導演外 剛才竟然出去吃飯, 放飯 這麼大膽? 他們真的無福銷售這個飯, 沒關係 不要緊, 他們照樣吃 我想我一個人也可以 把半鍋飯吃掉 不行 因為太好吃, 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好了, 不等他們了 我們繼續吃吧 好, 繼續吃 好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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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爽 乾爽 擦 好燙